在津巴布韦 一千美元可以资助一名贫困学生 可以帮助金方购买一百剂新冠疫苗 但美国政府果真如媒体所说 用它来雇用水军大肆造谣 这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 长期以来美方为抹黑中国破坏中非关系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不惜花钱收买谎言 上述报道充分表明 包括广大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 对美方大肆散布虚假信息 有着清醒认识 对美方造谣污蔑手段之卑劣 底线之低下深恶痛绝 中国同津巴布韦长期友好 中国企业对金投资 为促进津巴布韦经济复苏发展 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金务实合作给双方民众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反观美国不仅长期对金巴布韦 实加非法制裁 还把资金用在收买媒体 罗知涉华负面信息上 不比不知道 一笔吓一跳 我们奉劝美方 为包括金巴布韦在内的 非洲国家民众 多办些实事好事 少说些空话假话 真正的为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